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又會說一些雜物的東西 如果喜歡聽的話 就可以訂閱或分享給有需要 或者喜歡聽的人 今天想講講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朋友建議的 他叫我講一下 不如講一下 如何你的心情保持得很好 和穩定 首先我想澄清 其實我的心情 我的情緒都會有上上落落的 其實在這個時代 哪有人可以永遠心情平和 你都會有很生氣、很激心、很沮喪、很不開心 只不過是相對的 好像穩定一點點 我想分享一下 一個神父的做法 這個做法 都挺影響我自己 面對不同的逆境 或者壓力的情況之下的做法 話說 有一陣子我要幫忙做一些訪問 訪問一些都挺出名的人 訪問一下他們怎樣教書 有幾個心得 我就跟神父在這裏對時間 就交一下 喂神父 下個星期這一日你行不行 神父打開他那本的記事本 就說 這天不行 我說做什麼 你有事要做嗎 然後他就說 這一天我約了自己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的行程中 那一格真的寫著 約了自己 原來神父跟我分享 他定時會有一天 他就不會招呼任何人 不會做其他事情 只是給自己時間 他會放下所有電話 那些東西 就純粹是和自己相處 這樣 他用這個方法 去保持自己的精神健康 因為神父 你也知道他的工作 其實是很激 是24小時 是一個星期7天 365天 隨時都會有人找他 無論是開心事 不開心 有人死了 有人結婚 家裏有事 所有的東西都會無緣無故地找他 那神父就是用這個方法 去幫助自己 神父還提醒了兩招 第一樣就是要親親大自然 第二樣就是有時候回家 早兩個站下車 然後走路回家 都會有幫助 那我就把他這兩樣東西 去轉了做我自己的一些版本 例如有時候回家的時候 真的不要回家住 去買罐飲品 買罐自己喜歡的飲品 繞一下圈 走一會 然後才回家 另外親親大自然 都真的非常有用 大自然自動會幫我們 調整狀態 和吸收我們一些負負能量 我有一個朋友 他不開心的時候 就會自己走上山 然後找一棵樹 抱著一棵樹 然後就在那裡說話 在那裡哭 這個是他的方法 我想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找一套大家適用的方法 說到這裏 通常會有些朋友都會說 哪有這麼容易 約自己 很忙的 很多事情做的 怎麼會約到自己一天 很多人找我 公司怎樣多事情做 那些 通常我都會直斷的 是否真的忙到這樣 是否這麼誇張 抽半個小時給自己 可以嗎 有時候說真的 你錄電話都錄了 但是錄電話 對於情緒未必很有幫助 我想我們都要找一些自己的充電方法 不錄電話 究竟是看書 看電話 靜下來 扔下電話 還是什麼 我覺得都是值得慢慢去研究 還有回到初心那裏 我約了自己 這件事背後 除了那段時間會做什麼之外 是我約了自己的規劃 這個規劃是說 我生活中要留一些時間給自己 要對自己好些 我自己是重要的 背後這些信念價值 這些才重要 如果我們是覺得自己是重要 我們有給一些時間自己 希望自己的情緒好些時候 我想生活中 慢慢我們的狀態都會有些調整 慢慢會有些不同 那今天就說到這裏 不知道有沒有用的 因為每個人都會不同的 可能你會有不同的方法 歡迎留言去分享 始終每個人都會不同 如果你對於這個題目 有些什麼的分享 你也可以留言 或者你想我分享些什麼 都可以留言 或者PM我給一些意見 我都幾喜歡這樣按摩 不過有不同多元化的事情 去發生這個頻道 但是越來越雜 有幾個人 如果適合的 歡迎訂閱 那我們之後 的古惑仔的影片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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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櫃 謝謝 謝謝